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伯乐时纪 传说古时候,有一个名叫孙杨的人 他对马很有研究,好坏优劣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此,人们都管他叫伯乐,神话中掌管天马的神人 有一次,伯乐去渔坂,看见一匹拉着沿车正在爬陡坡的马 因为车重,坡斗,那匹马累得浑身是汗,握在路上直喘粗气 伯乐走进沿车,那马见了伯乐,高声嘶叫起来 伯乐一眼看出,这是一匹难得的千里马 见到这样一匹宝马良居,筋疲力尽地拉着沿车,而不能在战场上驰骋 伯乐十分心疼,他爱抚地摸着这匹千里马,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他赶忙脱下自己的衣服,披在马身上 这匹马也好像懂得伯乐对他的爱护 感激地用鼻孔朝地面上喷了几下 然后昂起头颅,长笑起来 那声音就好像金钟石寝一般,红亮动听,直上云天 千里马常有,而伯乐不常有 如果没有伯乐,即使是千里马,也只能负重拉车,最后变为奴马 难怪千里马遇到伯乐,就振奋精神名声振天 可见,在困难中遇到自己是令人兴奋的